高鐵公司每年都會進行沿線地層下線監測 而在湖偉高鐵特定區的下線情況 仍然在持續惡化當中 為了改善這種情況 雲林縣政府今年開始辦理地下水井裂岸管理 水利處特別強調農民在登記列管之後 在找到替代水源之前都不會封緊 希望大家能夠趕快來辦理登記 目前這次雲林一騎水稻抽稅期 若是沒有足夠的雨水 許多農民都會抽取地下水來灌溉 不過根據雲林縣政府調查 雲林全縣的水井大約有十萬七千多口 其中卻只有一千四百多口的水井 是有經合法申請 雲林縣政府水利處表示 為了要瞭解線內地下水源使用情況 縣府辦理地下水井裂岸管理 目前線內十萬多口水井中 已經有六萬三千多口完整登記 不過卻有許多農民不知道要去登記 水利處也說高鐵公司每年都會進行高鐵沿線的地層下線 檢測 雖然去年下線面積有趨緩 但年度的最大限量還是在虎尾高鐵區 農民到年底前都能到公所申報水井列管 但明年期雲林縣政府會加強稽查 若是發現違法水井就會開罰一萬兩千元到六萬元 但只要完成登記 就不用擔心被檢舉或機查 記者我們很喜歡民族報導